法姆吉他ничius дис 先祝 u相佛三问讯 一问讯 二问讯 三问讯 老师早 好 大家早 好 請坐 請坐 好 我們再來 前看一下 等一下再坐吧 好 先坐白健法 好 那請各位菩薩準備 好 跟著我們 好 各位菩薩 我們的右手 放在左邊的寬骨這邊 然後看著PPT上面 好 預備開始 白淨法 虛空無限大 回到自身兩眉之中的白淨法 圓滿具足 阿彌陀佛 好 那我們向此地的諸佛菩薩 以及此地的能量行三問訓禮 一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我們向黃老師問早 黃老師好 好 各位白淨者大家好 好 各位白淨者好 謝謝 黃老師好 謝謝 黃老師好 好 各位白淨者好 好 各位白淨者好 好 各位白淨者好 請 請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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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白淨者好 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同名同號 阿彌陀佛 好 敬法這真言都練七遍 一個咒語練七遍 紅 呢 好 文師護身座 找赤啤啤... 大輪移植 变异奏 好 镜头变 变异奏 维持至迷奏 神 importantes 神 Events 神 You 神ики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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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skh Babahom Badr Shohcha Oussambharaammuch Guy Pumala Sar Mahaskh Babahom Badr Shohcha Oussambharaammuch Guy Mahaskh Babahom Badr Shohcha Oussambharaammuch Guy 巴德索哈 Om 山波拉 山波拉 波马拉沙热 Mahadam 巴巴红 巴德索哈 Om 山波拉 山波拉 波马拉沙热 Mahadam 巴巴红 巴德索哈 好,我们这里掌声 欢迎我们黄老师 谢谢 谢谢能量法师 谢谢大家的光临 都很精彩的节目 好,谢谢 那我先麻烦主持一下 谢谢 中道师傅 黄老师 还有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感谢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上课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讲一个小故事 在我们就是我们的10月24号 刚才那个国老师啊 他有放那个影片嘛 那那个时候我参加那个活动 其实我才跟着老师学 还不到一个月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成员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要做的事情却是很多 那老师我们所有的人 除了在地那些后里的乡亲之外 我们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 要去成就那样一个在后里的一个很大的姻缘 这样 那老师他们在这个 还有伟心师傅啊 还有德妙师傅 还有一些法师跟这些靖元啊 田颖啊 杏桥啊 还有八卦力 很多的人他们就是 就是亲自去走访18个里 后里区有18个里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海报啊 我们去发 老师他们去发海报 那在那个当下 我才刚参加 那其实我对老师跟其他人 我也不是很 不是很熟啦 那那个时候事情很多 我就起了一个烦恼 那时候老师就写一张 他的手写稿给我 然后上面的标题就是愿力 然后还有什么闪电啊 还有个商啊 还有什么 那个都让我觉得说愿力 那个当然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愿力要转业力 那我已经在起务名 就是我的业力起限型了嘛 那当下我就看一下 我知道老师的 老师的用意可能是要我 去提起我的愿力来 去想想我的愿是什么 可是里面还有一些名词啊 就是一个商人的商 然后加一个火布 那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很陌生 它上面还有什么希腊语啊 什么什么 我想说这个我看都看不懂 就略过 因为事情又忙这样 结果我就 老师要我把它做成PPT啊 但是我都就一直搁着这样 没有很 很积极的去把它完成 那前两三天老师又提起了这件事 然后呢 然后我真的昨天很用功哦 昨天我就 真的很认真去Google查 结果啊 老师写的字啊 一个字都不漏 那个名字啊 那个发现这个商的那个 它是一个原理就是说 哎那个它是那个热的那个原理就对了 那就是发现这个原理的人他还在那个 哎不晓得1956年还是19几年的时候他有得到因为发现了这个定律然后得到诺贝尔奖 那他就是他就是发现说其实从低热量的跟到高热量在以前的人会认为说其实就是哎 就是他不知道那个热它是可以流动的 那这个人他就发现说其实热 热是可以从高 就是比较热的跟那个比较热的他可以做一个循环这样 然后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以前的人没有发现的定律 那我在这个之前我就 我就反正我就想过老师给我就没有很认真去看 结果我一去查之后我才发现说 哇不得了 老师竟然可以把那种很很物理学的东西量子学的东西 然后还有佛学东西 然后很敬要的再写在那一张纸上让我自己去理解 那个愿力跟业力的那个道理是什么 那当下我我昨天就是这样很认真去看 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很抱歉现在还没有办法把那个道理讲得很清楚 让大家明了 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更加让我看到说其实老师的他的东西真的是很渊博很广 那那他就是真的他的见识还有他知道的东西真的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头脑可以理解的啦 我只能这样子讲 所以呢我觉得各位都很有福报 现在可以可以就是来这边上课这样子 那我就是也很赞叹水喜那个师兄不晓得怎么称呼 明如 明如对他今天很发心就是邀了他的亲朋好友来 那我也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把握这个学习的因缘 因为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讲法去给人家听 可是我们邀请人家来上课 其实这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去解法源 虽然我们不是受科的人 但是这样也是间接在度人这样子 那我只是一个串场的人 所以不方便讲太多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吗 华颜金白晋三部曲 那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白晋传奇 第二个主题是人体细胞的不平衡 第三个主题是生气嫉妒无名 好那我现在请问在座的各位 您看到这三个主题 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 你的自己一些经验 或者是你知道的 那为大家做法共样这样子 法布施 那不然我就邀请德妙师傅来 为我们做法布施好吗 好谢谢德妙师傅有请 法师 老师 各位白晋嘉宾 白晋菩萨 大家 阿弥陀佛 早 古摩尼 这样才像我 对不对 我刚刚有在想 白晋传奇 等一下很精彩会有一个简报 但是以我个人就我理解的部分 就是我们就是分 就是我们现在是白晋式嘛 白晋式到白晋法 到白晋就是我们的白晋传奇 我个人 那白晋式就是我们每一个当下 我们在练习回到我们本来的面目也好 就是佛性的部分 那白晋式是一个假名安利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妄想心太高了 所以变成有一个所缘记 就是一个假名安利 让我们练习我们的心 时时在当下的都在一个 极尽 清净的那个 跟我们的佛性时时相应的 这个是要操练 经过我们经历我们的文字 还有我们的经验 这一些训练 还有体会各种过程 来训练对人事物嘛 那如果说 就是我们的对根层境 那如果一般人讲说对人事物 人事实地物的 所有的时时面对的时候 时时代仁要说 如果看到境界 或是说人事物的时候 境界心我们在念佛 同样阻念不住 那如果心平就是 念佛在墓底就是要把我们心静下来 回到我们本来的一个 念佛三昧就是 如果念佛三昧 念到一个层次的话 就是其实是回到我们空性的部分 佛性的部分 我不是我自己有那个证悟 不是 而是说 我有看到善知识 他有这样分享过 所谓念佛三昧 其实就是也是回到 所缘境不同也是回到 我们白境的部分 只是我们因为现在的环境因缘 我们要以各种的方便善巧门 来也没有什么所谓宗教色彩 就是最重要老师的目的就是要 我们通通通通通解脱 通通回到本来的本来清静地 但是因为现在有 现在知识爆炸 所以我们要以各种的科学 也有一点的所缘境 物理化学 或是诺贝尔 有一些他们得奖的 那我们就是参考一些 来做一个隐身 引渡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广学 二方面也是 自己能够 把握说解脱的方法 生死解脱方法 二方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也是大家一同能够同正菩提 那你体会到白境事的时候 白境事就是已经体会到 这个空性的部分 佛性的部分 那你就要再发慈悲心 在白境法 白境法就是说 我们先有内明 内明就是我们有内 里面已经 内明就是 我们自己 里面自己清楚明白 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本来佛性的部分 等于白境的部分 你已经清楚了 你清楚了 你就要学各种方法 各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 各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去讯息 现在上网也好 或是说 跟人家分享人家的经验 就是从各行各业的经验来 来我们来扩展我们自己的视野 但是我们一个中心点就是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大家都同正菩提 意思是说 大家都能够 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以后 就是在生的时候 能够很欢喜的每一个当下 当然会面对一些 等一下的生气嫉妒 这些的不好的恶心所 但是我们最起码 我们明了 因为有这些恶心所 这里才做人 如果不这里 就不是人 所以 碰到这个过程 也不要难过 大家都在学习 所以有这些沉心 这里来做人 如果不这里 就不是人了 就是他已经解脱了 所以碰到的时候 我个人也是不接受 碰到一些事情 过程 如果我自己 我也不太想 如果不接受 外报就脾气不好 内报就是来胸 来胸就是 就会忧郁 就来了很多状况 那现在说 白净法 我们现在刚好是白净式 就体会到什么 我们本来的 本来的 本来的 本来的亲近面目嘛 本来的 就是很多种说词 如果说 那个法院经论 一针法界 那个其实一个形容词不同 但是我们了解这个 道理 虽然我们不是真的 证悟或怎么样 最起码 我们有这个方向 老师的方向是对的 我们是用解悟的 了解 他这个道理 我们的方向对了 我们再来学的话 就是能够 能够 进步 进步是对的方向 那比如说 我们学方法 那一天就有一个 一个菩萨 我都叫他黄金菩萨 他那些上台就是说 各种 术 我都没学过 我只会念阿弥陀佛 就是那种 会看面相啊 地理啊 那一些 就是说 那个 指挥什么的 那一些 那些不是说 不是说不好 他是本身有一些 懂一点 但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 是世间 也是一种方便法 我们心里要知道说 它不是没有存在 我们不能全然 像生命或什么 不是没有存在 而我们也是尊敬 只是说 我们更明白 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有这一方面的专才 你又明白 这个白净式 这个 这个是根本的 从佛性里面 启发出来的 都是缘起 信空的 这个道理 你明白以后 你更能够 在这方面 更能够 擅巧的 能够自己 能够明理 明理以后 就开始 我们就是有内明 再来 语音 那个雨明 雨明 老师讲五名吗 不是 内明 就是内明 还有这些 雨明 还有工巧明 这些都是要 就是在明白道理后 就开始要广学 广学的目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佛教里面 叫行菩萨道 就是在广学各种因缘 那就是要 我们学起来 就是要大家都能够解脱的 自己也能够 自己能够 得到这个法义 别人也能够得到 这个法义的那种目的 没有所谓的 为自己 当然在 在做这个行菩萨道 就是说要 难行 能行 难忍 忍忍 这个过程 都还要大家 都是一同在成长的 再来 等了解 了解这个 你慢慢学习这个 白净法 白净的这个方法 你又到最后是到 白净 白净的部分就是 我们所谓的 空中妙友的部分 你时时都保持这份 零净了 因为你有 慢慢有学好各种方法了 你也懂了 你看的 你在看他 有各种的专业的时候 你心里是一种 欢喜又慈悲的 因为你明白他是怎么样 我们在跟他就是能够 能够达到契机跟应激了 跟他谈话就可以应激 那应激的目的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说 这种具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 对在应激的时候 就可以变成妙用了 所以到白净的部分 那身体 人体细胞的不平衡 我还要学啦 但是细胞的基本架构就是 我可以讲一个就是细胞 外面就是那个圈圈就是细胞膜 中间一个中间的核心叫细胞核 那细胞核就是 它有功用有14个 里面有维系的14个维系的那一个功用 那里面也有 力线体啊 力线体就是发电厂 还有我们的高级四体啊 那个内脂网膜啊 这些 这些基本的 细胞质啊 这些基本的 但是这个功用 我还要 要应用在日常生活 怎么去引申出来 这个我正在学当中 谢谢给我机会在这边分享 我不会 那生气跟基督无名喔 我也会生气呢 我的生气喔 还没有练起来 生气的时候我就 如果看到我 不笑就是说 他又打开了 想不通 想不懂 他就打开了 那看着不 不如 其实 我所谓说不如法 其实是 我自己的我 我自我见太强了 因为 我看他没关系 就是我自己的意 我不知道得到你啦 但是对境的时候 像个小孩 要跟自己玩家 玩一会等一会 玩一会等一会 再带来去买东西 还是会啦 只是说 这个我还要修正啦 这个就等一下给老师讲喔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 他有教我一个很棒的喔 他看到我不对的时候 他就说赶快 那个 插入 那个白镜的那个序列 不要再去想那个 那个 就是负面的事情这样 然后 赶快扣钟 真的 这样子 很多事情 就会马上 这样我们就会转到正能量 就像我们 刚才要来的路上啊 其实 就是从顶巾交流到下来之后 到澄清市的这段路 我不是很熟啦 但是我们就是扣钟 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真的很很顺利 可以提早的来到准备这样 那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 请秋月来分享一下 他参加活动的一些心得 而且 中道师父特别慈悲 给他 有时间可以上去厚礼小住 一天 然后 让他 我们请他分享一下 他接触这个白镜式的 这个学习的一些心得 好吗 谢谢 谢谢 主位菩萨大家好 其实我是要来拿那个扣重的单子 给欣然 我不是要上来分享 那既然要我分享 我们就欣然接受 其实老师当初 就是有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去参加 因为我们有在学习 那 这个是集合大家善的力量 然后去 我们去为别人服务去祈福给 就是我们全台湾的那个 甚至全世界 让他们有 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一种好的能量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说 只是说 当然啊 参加活动的人 他有那个很殊胜的姻缘 在那边参加 可是 即使你没有参 你没有到现场去的人 其实 在世界各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有这个信念 其实这个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东西 所以 我们要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其实也是这样子 就是 你今天来上课 然后你有很好的感受 你也可以分享给朋友 然后你也可以让他说 你不一定要勉强他 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 那那不是什么 我们是佛教的 就是会有一些 当然有些人一定会排斥 但是我们就用我们 跟他可以沟通的语言 或他能接受的程度 去让他接受 然后用你 说我们小小孩 比较爹 这样去改善给他听 然后让他在 他在 跟家人相处 或同事相处的时候 他也有 事实就是会有这个散念 其实 讲出来 可能有些人 不会有这种散念 他也会忘记 甚至我们也是 我们在学习也是 可能我一天 老师他们实实有这个散念 可是我可能一天只有一个而已 可是 全世界的人 大家如果都有这一分而已 那那个力量也是很大的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好的姻缘就会凝聚起来 我也很高兴今天 我们真的很多人来参加 阿弥陀佛 然后在那边参加是 其实我也是想说 我一定要去帮忙 我希望我也可以去帮忙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我感觉这是好的 我想要去帮忙 然后我就跟师傅说 我可以不可以先提早去参加 那知道师傅很忙 然后老师他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们算一算 应该核心任务可能是五六个 然后再加上当地的一些 就是比较常在上课的 也没几个 然后我也对师傅觉得很抱歉 因为师傅是联络我们高雄的 可是高雄的上课的人也很少 那我是在这一边可能是可以帮忙他的 可是我们这边南部人 脚步又比较慢 老师在吹吹吹吹 师傅在吹吹吹 我们就说 好啦有啦有人要参加喔 可能那个队整个喔 啊结果大家又有时候又有一些问题 然后有些说要参加 然后又不参加要参加又不参加 就真的不会那么积极 可是在中部我觉得就是 他们有那种力量凝聚起来 所以他们很积极的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那当然啊这中间的一些 一些我们也会很不好意思 有时候有的说要参加又不参加 但是也有很多要赞叹的是 他原本没有要参加的 他就说他要参加 这一些人我们也很赞叹他 那当然也是就是老师讲的 就是因缘水顺因缘 因为这个本来凝聚起来的 也是要看因缘才有这个成就 那我觉得这个让我的收益很多啦 其实人家说素大便是美 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那么多人来上课 你感觉你今天一上课一定做精神 而且互动一定会更好 那如果你人没有几个 其实真的就是互动会 那个波就会很 我的感觉 这个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那个波就会很慢很慢 可是很多人上课的话 我们这个波就会真的 那个善的力量就会很大 然后我们也会影响别人 甚至会利益到自己 这个是我的心得 阿弥陀佛 好我们谢谢秋月的真心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靳远 来告诉我们白境传奇 靳远有请 阿弥陀佛 好谢谢 感谢大家给我给靳远这个机会 在这边跟各位做进一步的分享 其实今天的主题也是透过华文经里面 老师为什么在2012年的时候 开启了这个白境市这个三部曲 这三部曲各位都有听过老师讲过吗 刚才几位上来分享都有提到过 第一个 白境市 第二个 白境法 最后 白境 白境 各位这三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有时 有时以来我们的脾气毛病 我们讲业力好了 但是这些各位不要被文字卡死 其实我们三界六到十法界内都是能量在变化 能量在处理 那能量它怎么欠余补呢 能量的欠余补它怎么 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它叫做什么 以我们的讲法 宗教界的讲法就是 英国 不是那个欧洲 但是英国 英国 这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一直找不到的 但是事实上它又存在的东西 就是它有一个 现在叫做什么 找不到的就全部都归类于什么 暗物质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能量的欠余补 能量的欠余补 那它的自然运行规律是什么 就是英国 我们 有些 透过大自然的 运行的方式去 参透道理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修行人 有吗 其中有一个他们会用水来比喻 像道德经第八章 道德经有没有 善善落水 对不起我 国语 台语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各位 我讲的慢慢讲 因为毕竟我从 这个受伤之后 回来整个统合能力慢慢恢复 但是还是有点欠缺 还在整合中 所以说讲话有没有 也是有的 咬字有时候还是会 好像人家说 含着卤蛋这样 有没有 所以说 上上落水 你看这个水有没有 它是不是 在滴的地方有没有 它是不是会往下流 会汇集了 对不对 能量也是一样 这边如果说 这边缺 这边是缺口 它是不是就流进来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是这样子 它是不是会溢出来 它会往其他地方去 对不对 这就是能量的劝语谷 有些很多的修行人 它会从自然界去观察到自然规律 这个部分的话 它会从形象上面 或者是这个像也可以 形象上面去抓 去参悟这个道理 白晶室是什么 白晶室是什么 刚刚德妙师傅有讲过 它就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东西 内无内外无外 大宇宙小宇宙相通的地方 目前医科学家到现在 知道有这个东西 但是还没完全去证实说 它完全的功能是什么 因为 因为 谦虚一点的科学家 他会讲一句话 每当我前进一步 每当我 完成一趴的揭露 证实了这一趴的揭露 但是后面 位置的因素又更扩大了 各位能了解意思吗 等于就是 我们好不容易前进的一小步 但是后面位置的部分 它好像又扩大了 永远好像无边无近 所以说 老师跟我们开示的时候 他讲过 我们真正知道的三趴 就只有三趴 真正知道了解的部分 大概只有三趴 甚至还不到 那大概二十七趴 就是看不见的 将近七十趴 你知道 就是现在所有的 都叫做按物质 按能量 按能量 所以说 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很有限 很有限 那我们 很惯性的 被我们的 眼耳鼻舌 声 最后面是一根来统筹 认为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触及到的 还是尝到的 全部都是真的 全部都是真的 事实上 它会有变化 它会有变化 我们分分秒秒都在变化 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 它都会变化 所以说 甲明安利 白近世 一开始 先操练我们的意识 先操入序列 各位 这是我们的染色体 我们的DNA 我们这边 是不是很多的 我们过去的祖先都在这边 也就是我们一般医学讲的遗传基因 如果用遗传基因的概念讲 可能各位比较容易理解 爷爷奶奶父母亲 他现在有什么状况 甚至有什么疾病 是不是我们比较容易得到 因为我们有这个基因 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先 就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简单的比喻 这样各位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各位 我们有没有可以不用去照着祖先的这个业力来走 可以 可以 今天我们修行它是可以可逆的 它是可以还原的 如果不可逆 没办法还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的业力带来了 那我就死心了 因为没办法改变 那我就不用修行了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就让他去了 但事实上 上千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修正 可以还原 可以可逆 我们生命是可以重新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 同样一个家族 他父母亲 甚至爷爷奶奶 带来的疾病 比如说是高血压好了 那五个小孩子 有没有每个都是高血压 不一定喔 只要他肯改变 不改变他一定是高血压 因为他的基因里面 比别人多了这一份 多一份那个程式 我们讲密码程式好了 也就是信息 生命的信息 它里面已经设定好了 它就是有这个 比别人更容易触碰到疾病的 触碰到高血压的这个程式 这个信息 所以说你不改变 他就会触碰到 那如何改变 就是调整 第一个 70% 今天有第一次来的 先讲到这个 比较浅的一部分 70%是什么 核心思维核心概念 我们的意念观念要改变 我们之所以现在不顺利 会生病 还是有任何的状况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些地方产生问题了 你现在所有的模式都产生问题了 各位我们的意念 语言行为通通都是能量 作用力反作用力 作用力出去反作用力回来 全部会产生结果 甚至我们的菩萨也讲过 菩萨卫音 我们的佛家也有这句话 菩萨卫音 因为意念出去 就会造成结果了 就开始会排列了 意念发射出去 佛菩萨就会来排列了 所谓佛菩萨就是我们所有的 原子结构或万事万物的结构都开始排列 让你产生这条路 让你朝着这方面去走 这是真的 至于说这个结果什么时候产生 就看缘分 因果中间还有缘分它可以排列 因缘聚合就产生结果 因缘聚合就产生结果 所以说 谨守守护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 重不重要 重要 不然你绝对都在轮回 轮回不是我们往生之后六道轮回 当下就在轮回了 意念都在轮回 你转不出来 你转不出来 真的 同样在这一层楼 我们都在这边痛苦 这边轮回 就算你在怎么转念 外面常常叫我们转念 你怎么转 你永远都在这一层楼 360度都在这边 你没办法跳脱 你还是在这边转 这边轮回 你唯有把自己的意识能量频率拉高 这是一楼 我们拉到二楼 一百楼 一千楼可不可以 当你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 这一点还在 这一点的夜力结构还在 但是会不会对你起作用 不会的 但是要不要受爆 还是要 但是有所谓的重抱轻受 但是重抱轻受 这个过程 它还是在走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轻受 因为你的 意念不在这上面了 因为你解脱了 你在上面了 不是在这里面了 所以说你会过得比较快 然后过了就放下 这就是所谓的重抱轻受 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受爆 我们现在分分秒秒都在受爆 无论你健不健康 无论你有没有疾病 你现在都在受爆 打个喷嚏也是在了夜 懂吗 我们这个打个喷嚏 还是说背个哈 都是在了夜 你知道 万事万物都在随时随地 分分秒秒都在受爆 重点是 但是我们受爆的态度是什么 非常重要 受爆的态度 了夜的态度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是不情愿 不甘愿 怨恨埋怨 那你一定在轮回 为什么 它还会再来 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会 先忏悔 因为不论我们知不知道 我先忏悔 我过去有犯下这个问题 所以说以后我不再犯 感恩我现在还有这个肉体 之后我能够更加的 谨慎 然后利益大众 平常心 无论这个过程 到底 会造成我们现在多大的影响 多大的影响 我都愿意用平常心去接受 最后面 就放下它 不在我们的意念上面 不在我们的意念上面轮回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会缩短时间 而不会去拉长时间 所以说我们了夜的态度 面对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今天这个态度 这个意思就叫做白进士 不要我们 不住在上面 不住在因果上面 但是你要了知因果 不去轻易的触碰到因果 但是你面对因果的时候 受爆的时候 你不要住在上面 金刚经讲的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住在上面 然后就让它 夜力让它平衡 慢慢的操练 慢慢的操练 你的心越来越清净了 很多事情 你在面对事情 面对的时候 慢慢的就会有法出来了 这个法因为你知道 从内在而生起来的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你会看得 比较明白 不会处理到旁枝末节 举个例子 现在各位看到有没有影子 太阳照下来有没有看到影子 有 我们永远大部分的人 都在处理影子 你是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 你要找到源头 去处理源头就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处理影子 我生病了 我癌症了 我就要处理这个癌症 我要处理我的疾病 但是没有人想到说 要处理源头 把源头处理癌症就不见了 它就平衡了 处理源头 我的疾病就不见了 因为平衡了 只会处理这个影子 我得了什么癌症 医生说我要割掉 我要化疗 我要放疗 你就去 今天有一个影片 待会透过老师讲解 各位能够明白 但是老师 我们这边 不是鼓励大家说 生病不要看医生 这个要先讲清楚 不然会误会很大 我们只是告知你正确的事情 是事实的真相 然后各位如果说 你本身的观念 核心价值 当你面对突发起来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比较 沉得住气 比较能够静得下来 比较不会用情绪去处理事情 有时候情绪处理事情 你会造成 通常都会造成很多的遗憾 有没有 没办法挽回 但是你当 你能够静下来的时候 不住在上面的时候 你明白一切的时候 你会有方法去处理 这就是白禁法 最后面 致敬其义 我们佛家讲的致敬其义 真正到达白禁的境界 这就是白禁三部曲 一个概略的解释 初讲 细讲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请 恭请黄老师来为我们做开示 因为一切的发生都有其目的 有助于我们成长 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来的 它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有缘 什么缘分 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领悟 一开始就是一个悟 所有事情都是要去悟 只不过悟的层次有大有小 有车悟有大悟有没有 一开始就小小的悟就领悟 慢慢车悟大车大悟 所以说 他慢慢的去累积 慢慢的去累积这个正向的能量的时候 有一天 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觉得 我怎么看得懂了 突然之间遇到事情 我好像有智慧可以处理了 突然之间好像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变得很平和 不会轻易的动怒 不会轻易的动气 各位你要做自己的真主人 还是情绪做你的主人 自己的真主人 自己的真主人在哪里 无位真人嘛 没有位置的真人啊 有没有 这边有 这边没有位置 但是他却又存在啊 就在这边 两枚中间这边 进去 你愿意交托给他 愿意臣服于他 西方圣经讲臣服嘛 那我们佛家讲公敬 愿意顺服他 让他来 让他来运转我们全身 他就是医学讲的治愈能力 治愈能力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功能 西方讲神性的力量 这个小菩萨非常好 他听到白晶寺的时候 我们为小菩萨寇宗来 历生他叫什么名字 神柔安 神柔安来 慧善之士 慧善之士 疾善之士 疾善之士 于一处 将真理正法 传遍整个虚空 将白晶寺的国度降临在人间 就如同行使在天上一样 并转换自身的神经学艺细胞 染色体 DNA RNA 基因 原子 原子核 直子 电子 中子 微中子 微子 量子 光子 超光子 乃至于星星之光 等所有结构 转换成 五亮光 五亮兽 感恩 再感恩 無限的感恩 弟子 黃靖元 愿粉身碎骨 在所不齐 法身遍满虚空 承擔於一切 只愿成就大眾 阿咪他爸 這小菩萨聽到 正法的時候 他痛哭流涕 真的 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 千里求名師 這個名 日月名 千里求名師 萬里求口訣 只為了要解脫 曾經 前幾天 在豐原上課 靖元有分享一個小故事 以前叫做江湖有沒有聽過 有 千里求名師 萬里求口訣 最後面 最後面在大陸 中國大陸這麼大有沒有 他們就行腳去 大江南北訪遍民師 只為了要求解脫 求法 最後面 大部分集中在哪裡 以中原地區來講 最後面落在 江西湖南省這一帶 江西湖南省這一帶 所以說 人家都叫做江湖 跑江湖就這樣來 我是江湖中人 所以說 雖然這個是一個 很有趣的 一個 算是禮語吧 但是事實上 以前的人 要求法真的很恭敬 千里求名師 以前也沒有那麼交通 那麼發達 走路而已 行腳 去找所謂的名師 日月名 這就是日月名 陰陽 日本懂陰陽的 叫做陰陽師 我們中國叫明師 意思是一樣的 懂得這個 大道運行日月天地的 道理 自然規律 然後從而 從我們內在的小宇宙去解脫的 就叫做明師 絕對不是文字語言上面 在那邊搬弄 那個對我們生死解脫也沒有關係 你學了再多的嘗試知識 塞在這裡面 但是你不會用 沒有意義 只會讓你的神經血液細胞阻塞而已 懂嗎 真的啊 就是這樣子啊 塞住啊 你會有很多的我知我見 你會覺得這個路是這樣走的 但是基本上 它是沒有路的 有沒有 空空的 你要怎麼畫都可以 懂嗎 但是你就覺得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欸 掃個廁所 沒有找到報備 他會生氣喔 有沒有 家裡有沒有這種 所以說今天 我們學習白禁寺的這個道理 老師把很深的各種各教的人 他去了四十個 將近四十個國家 去上課 幫助人 走遍了各個宗教 最後面 就歸納了 歸納出這個白禁法 白禁寺 白禁法 白禁 它就是一個 一個系統 慢慢要讓我們進去 我們不需要說 要透過多深的苦修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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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要不要付出代價 要 要喔 苦修不是 苦修不是不對喔 是你要透過苦修去明白道理喔 明白這個大道啊 不然苦修挺多身體健康 沒了 有啊 你就用耶 喔 肌肉 很大 很壯 沒了 內在的軟體沒有變啊 有的人去學禪定 有的人去學什麼功法 甚至有的 到家講的 欸 翹開了有沒有 我們那天 禮拜天上課有沒有 星光大道開了 翹開了 但是脾氣毛病沒有變 沒有從心性上下手 各位這個跟生死解脫 一樣沒有關係喔 就算你懂得什麼 開竅的方法 懂得在 怎麼讓自己的 能量提升 最後面 你的心性沒有調整 沒辦法從心性上下手 你會成為 欸 星小姐上次跟我講什麼 能量什麼 能量怪獸 你會成為一個能量怪獸喔 那種 因為你懂得把能量 反回 媳婦啊 嬉鬧到自己身上 讓自己 喔 哇 厲害 修得很好 緊風強強滾 喔 這個好像 嬰兒班的 喔 那個什麼 人家講的 膠原蛋白很亮 沒有插彩就很亮那種的 但是你的脾氣毛病沒改 心性沒有下手 你頂多就是一個 能量的怪獸 你懂吧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真正的關鍵在哪裡 70%是什麼 這裡 30%是什麼 正確的飲食 睡眠 運動 喔 然後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欸 這也很重要喔 透過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做人處事的交流 也能夠修正自己喔 喔 但是我們往往會忽略這一塊喔 有的人 有的一些東西 但是他的做人處事 沒辦法圓融 這部分的話 仿還自己的內在 還是要有修正的地方 有喔 就是某一個點 有卡住 這個卡住的地方 一定會造成一些氣節 各位 因為我們身體有氣節的時候 疾病就來了 氣節 再變成氣節 最後面氣癒 然後變成什麼 疾病 症狀來了嘛 最後面癌症 它是一連串的走 我們的行為也會影響到我們生理 對不對 是這樣子 所以說今天白禁三部曲 就是透過這個白禁式 慢慢的入侵 產生了白禁法 最後面致敬其意 進入到白禁 也就是說 當下只要你願意 從今天開始這邊斷掉 過去的我不再用了 我也不再追溯了 但是我願意因果我負責 我願意接受 因為了業還是要了 但是我不再去追究它了 我接受它就好了 從今而後 我如理如法 把白禁式插入 序列插入 重新過我自己的人生 重新改造我自己的人生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說 這就是白禁式 白禁法 最後面還原到白禁的一個過程 謝謝各位的聆聽 那我們接著就請 恭喜黃老師 直接為我們開示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們不要再耽誤了 今天的主題還是很重要 我們直接請老師開示 最後面 他還會教我們一些方法 這邊我大概看一下 老師會教我們一些方法 有沒有 生氣 嫉妒無明 我們是不是常常在犯啊 生氣 常常火冒三丈 動不動 情緒就來 那個 雖然表面上沒生氣 但是已經滅火了一次 沒有沒有我沒有生氣 有沒有這種人 沒有 這個會內傷喔 激度 激度簡單的講是什麼 肩不得別人好嗎 我也有這個能力啊 只是我沒有機會啊 有沒有 常常有這種聲音 我也可以啊 肩不得別人好 如果你肩不得別人好 反過來 你自己的細胞也會打架 會對立喔 內進會畫外進 外進是內進的指標嘛 無明是什麼 莫名其妙我就會有情緒出來 莫名其妙我就感覺到不舒服 莫名其妙我就覺得哪裡痛 這裡痛 我們四大不調 其實這個全部是什麼 你的意念的問題 意念的問題 那今天老師也會教這方面的工法給我們 去讓我們去調和我們自己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恭喜黃老師出來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我們剛剛到會法師主持 非常的 平易近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呢 來學習的當中要了解 我們現在在積極的培訓 所有的師之培訓 這是奇異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白進醫學 因為接下來的醫學呢 一定會成為呢 最近的最早的一個喚醒 只要喚醒每一個人都成就 每一個人當下你就是一個來去自如的人 重不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會先講白進市裡面的白進傳奇 第一個 我們呢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發現者呢 也就是誰 釋迦摩寧佛我們的世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說他到底怎麼來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棒的發現呢 從我們早期呢 這麼多的全世界 學習的奧古都 從希臘分布出去 古印度 古埃及 古巴比倫 可是現在居然在中國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古中國 直接要呈現出來了 這也就是我們呈現起後 每一個人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一個方法 正確的一個觀念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白進傳奇的地球生命的展現 地球在哪裡 在心裡 地球在哪裡 在細胞裡 細胞裡面 《華顏經》說的 每一個圍城裡面都有三千大千個世界 所以很多人看不懂《華顏經》 其實他們看得懂 只是他們沒有辦法應用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將這個作用 透過它的本體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本劇主的無量光無量獸 劇主的全部要回來之後 再透過人跟人的互動 這個叫做相 再來透過我怎麼去用出來 我的態度跟行為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人最缺乏的 就是所謂的相跟用 也就是《華顏經》裡面最重要的普賢恨願 所有的因緣到後來都是歸咎以普賢恨願 就是行出十大厭亡的 時代使命最重要了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對 華盛我看到你的榮盛 不用那個 它的靈性 我們來到這邊 因為層次有的很寬廣 有的層次剛誕生 有的剛剛誕生下來一天 有的是剛在媽媽的胎盤裡面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所形成的這個能量 就是這麼特別 本體都劇主了 所以我們如果聽不懂沒關係 知道嗎 明如的媽媽很棒 生了一個普洞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 我們就是在你開發出來 因為我們的肉體是無生無別的 靈魂 肉體的生物就是因為有這個無生無別 所以這裡先居居住在這裡 所以這個細胞就是這樣來 所以我們來看白鏡式的傳奇 我們來看 是要哪世尊透過這個白鏡老人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透過這個氣質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點 我們會將古埃及 古印度 古巴比倫一直濃縮 濃縮到後來成就一個宇宙 在由宇宙當中 將我們現在全世界在找的中國 中國的龍 再由這個龍 覺悟成這個所謂的菩薩 再由這些菩薩 找回每一個人都流獲潤身 一心一意大徹大悟 形成的光光正法名如來 叫做大日光如體 所以我們先來講 這個所謂的印度當中 有一個白鏡老人 我們先來看看 他是一個老人 所以老人就是 從早期婆羅門叫他們 不叫做出家 以前佛陀 在那個時候就開始用 Muddha這兩個字 這個Muddha就是 甘悟者 就是甘悟者 其實我們的世尊很棒 他是一個我們的 未來要接任的一個 國王 可是他放下所有的富貴 所以我們要很感恩 真正的正法 就是要學習覺悟的佛法 所以並不是宗教 我們一直強調 讓每一個人 一定要學習真正的白鏡 聖結純鏡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老人說了什麼話 我們希望說 他的那個文字 有一點比較咬文訣字 所以咬文訣字 就是說有留的 文字比較枯燥乏味 我希望我們在這裡多包容 好不好 因為呢 看到每一個人 數次以來 我們在這裡就是 絕大時間 要來把這個問題給大家看 這是叫做亞歷安 對吧 這是什麼人 他本身不是生成這樣 這是我們 後來人家的 他本身不是生成這樣 因為我本身這個 眼睛這兩個眼睛 有看過他 現那個上 不過是在虛空 我說這些都叫做邊緣系統 我比較不會去執著啦 所以我不會說他現說 因為他以前的形 不是像我們這次這樣 這是我們外圖給他看的 所以我們來念一遍好不好 來 做定來念一遍好不好 快速 佛陀的祖先是來自於 中亞 後頭的祖先是來自中亞 西亞 亞歷安 西亞 德和定姿在印 西亞 後版的地的色彩 好 他們這個國家很神奇 他們很喜歡創作 我們學校也學過身心靈都知道 很喜歡 他們都會說一句話 叫做Meditation 來說一遍 Meditation 他屬於說 我們常常都要做民視的動作 但是我們中國一陣子也很要清談 有嗎 說天地外 求天地外 有 說到白天的政策 我們都很喜歡說 那時候印度就是這樣 所以他五歲 因為七歲就開始學亞歷安族的 廢陀金 所以我們繼續看看他是怎麼去學 所以他在冥想 在我們的全世界這個國度 在我們的希臘和埃及 他們偏向在那個 古希臘他們的整篇 從那個埃及的那個法老 帶出來那一片 整個都很愛冥想 所以我們再繼續來讀一下好不好 來 尤其是宗教 一大的興趣 再加上定居於印度河流域 經濟後 國土地理環境的影響 而具有喜好 沉思 冥想的第二天性 甚至到今日仍未改變 聚會現代印度境內 仍很容易看到印人 甚或婦如盤腿在樹下靜坐 因此禪定之學發達於印度境內 陰眼是很自然的事 這就是我們亞歷安族 這樣知道嗎 世間問他 他就是來學這個 學到買的時候 外道有96都 學到買的他覺得不究竟 就是剛才靖遠說的苦修 不究竟 但是這個肉體也經過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我們還繼續 為什麼這個生死流轉 那麼大用 這個馬洛倫 來 比較大聲來講一遍 來 佛陀承受亞歷安族的遺傳 而且又生長在這種環境 加上過人的悲憫心 和超群的智慧 更有人說 印度這地方草木禽獸 繁殖智樹 其真生存而相殺之事 意志慘烈 故使其聖則 特感使世間之有情生命之 生死流轉之事 知可不 佛陀因而創出佛教 這就是因為他生天特別主比 因為他在泛王金裡面 已經倒台八千幾百了 所以我們從埃及這一票出來 很喜歡去談這個死亡 生死的問題 所以他們三歲都要學這個 所以他們都有一個方法叫做催眠 有沒有 其實這都在我們早期 印度都一樣都有 所以這個文明很久很久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過程 我們再來繼續好不好 來 廢陀金 這最重要 所有的金說得最清楚的 就是我們的廢陀金 廢陀金 我們再繼續來練一篇 印度亞利安民族 既然如此 單於靜坐 自然 有動到 好掉 自然產生傾向 這類的思想 學術論主 這民族所傳最古典的經典 廢陀金 有認為 是完成於紀元前兩千年到紀元前一千四百年之廢陀時代 非常好 廢陀時代 不是跟釋迦摩尼佛那個時代 他要問上問上 就都有人學了 只是說沒有人把法徒 跟這個巫長 跟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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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衛星區內去講 所以我們的 斯達拖代子 他是一個標準的 什麼 他是一個大醫王 又是一個大心靈的專家 大導師 他呢 領導大家 但是他沒有因為這樣子去控制大家 所以我們當時亞歷安族 大家說過 因為我們在這裡發現 所以我們全世界來通意用亞歷安 結果佛陀說 那時候的時代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次慢慢清潮的時候 我希望 我們這次整個的系統很清潮 讓大家明白 我們為白晶三部曲 你慢慢看你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生命的過程 這已經 提示 大家都要很清潮 這次我們人在做篩選 只要你沒辦法 只能夠行使大慈大悲的悲憫心 再來呢 平常的心 你都吃這些動物 你這次的天災地 是沒辦法進來 因為我們這次的圓人 十四萬四千人 都沒有宗教的觀念 都沒有一些種族的觀念 都沒有這些政治的觀念 只要說每一個人都回到我們的心區 回來是做一個台主台秘 就像我們的大遊王 大科學家 大心理學 這就是要讓我們了解 已經發生到了 所以發生雖然在 地地兩千五百幾年 我們這次跟周文王 省床這樣 都要三千零多了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他開始講得很清楚 我們再來繼續把這個文字 搭下去 來 白晶 為 為 今據智者大師駐之 法華文具 二十四卷戰 摩承捷經曰 半天修學禪定有大志見 造委託論留步教化 其後有先 曰白晶造勢委託 一名讚頌 二名祭禮 三名歌詠 四名讓齋 一一委託明有四萬計 四委託即今所謂之四廢託 或廢託今 四廢託為離聚廢託 耶羅羅廢託 戳馬廢託即阿塔羅佛廢託 這個是我們的白晶的由來 這樣大家有看過嗎 我們的法脈 是這麼在人體裡面有一個叫做 麥洛蟲 來 說一遍 麥洛蟲 在我們的餘下裡面 你要了解你自己 為你不要生來這裡 為在這裡 知道嗎 這是我們人體結構 關在哪裡 關在這裡 你不要關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人都沒有了解 真正的法脈 不是說 比如說我們是廣青老和尚 或是阿滴辭尊責 那是我們在人世間的一個善知識 了解價格的 法脈 法脈 法在哪裡 法生就是騙及全身 所以我們的法脈就是 林鐵隆一個脈絡蟲 這是我們的中文的脈絡蟲 所以我們要了解 這個脈絡蟲呢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 都會有的 因為它是一個水 有沒有 剛才靖遠說道德經 有沒有我們之前 藕貴道德經 散散落水 所以我們的水裡面 是百分之九十都水 所以阿滴 你一定要跟這個科學 這些專家 因為他們過去都受到很殘定的 三國菩薩以上 就是沒有來行菩薩道 所以在這裡都有卡住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些問題 很清楚的讓大家要明明白白 在這裡我們就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們一定要同政菩提 我們一定要解脫 我們一定要了解 解脫不是用水公的喔 也不是用很基本的 30%的拜祭 還是說吃素食 還是說我們說的 每天念經 這是30% 30%就是要把我們這個 悠性的肉體 所以透過我們70% 這個觀念的當中 達到天人合一 平靜的心念 我們才有辦法去找到這個法脈 叫做脈 落 蟲 所以白晶呢 這個仙人 就是早期 斯達多 他在黑的當中 他常常憑很多種的 不一樣的這個聖地石 讓他去這次七歲當中 他就去磨到這個肺道 每一整十幾歲當中 他有辦法慢慢去磨到 到二十幾歲當中 他開始就有辦法走出生死 生死的這個問題出去了 在這裡是要跟我們說什麼 他都是一個標法 這個標法就是說 大家一定要滿了解 所以民主的媽媽呢 很棒 你今天 多刀胎多誕生而已 所以你最年輕 今天剛才要誕生而已 剛才要生出來誕生而已 所以一定要把好好的文字 學起來 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這裡靈性都平靈的 不過我們的肉體都快學就好了 你知道嗎 聽不懂 不要這樣說 你就跟他說 我要快學習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靈魂 靈爪靈魂 你要比較漂亮的 你會記得回去一定要拜佛 有時候你看到頭膝的火 你就拿來炒一下 共用佛 共用佛 無邊無界的佛 你知道嗎 拿一粒水給它共用 就有了 或是我們手的水 一杯水拿給它共用 我們就清淨水了 這樣了解嗎 這樣我們的基因 所以我們這次來不完 因為我們這次民生出來 都生成這樣 有得不好 漂亮漂亮 沒關係 知道嗎 兩手來改變 脈絡改變就好了 脈絡在我們的行屋裡面 知道嗎 在我們九十八 都大腦那裡有一個水 這是叫做我們國家說的 海媚三印 我們還要說三媚三媚 海媚三媚就是三媚就是說我們專注 專注到那裡已經誤到 這就是最重要 所以這個廢坨 你看看你去西方 有特色 吃過洋水回來的人 都說這種問題 都說聖經 因為聖經它裡面 在烏雕講之後 真的開始很清楚 開始清楚 因為裡面很早很早在 埃及社會 他們都研究這條路了 所以他們很多人 都在我們的 現代開發的國家 所以他們每天不用為了三媚賺錢 他們跟上一個努力 就幾億錢沒有了 我們在這三媚為了 追求這些生活 這就是我們說的邊緣 在邊緣裡面 所以這裡很多我們以前叫做高齡 這個高齡就是 他們的靈性 謎題 謎題已經都是清楚的 這個油 這中文的字一定要有 謎題 謎題就是 是說舊舊的 算是流貨潤身舊舊 舊舊的 都一定來人體 在這裡 精化 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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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地球 為什麼我們有進刺 有六變 冰河期有六變過 這次要邁向第六變 所以這次的人類 所以這次的人類 這次也見過 他會很快 像這次法國 我那天 那天 上課才知道 還有四百人死去 都是宗教的戰爭 要記得 我們沒有說宗教 我們也沒有說黑人 白人 紅人 沒有 大家都有一個脈絡蟲 90%都有一個脈絡蟲 有沒有 他的水會越老 他就越少 所以我們平常 像這次 像紅的剛才生出來 那都差不多 百分之九十 越大 慢慢像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七十五 像我們這次都在七十五到七十三 百分之七十 你知道嗎 所以你竟然 我他誕生下來的 你就可以越來越清楚了 越清楚了 所以因為他這個 他比較穩穩穩 他這個比較穩穩穩 我們以前都沒有學識過 不過因為你如果靈性就是要聽 所以我一定要講 說這個的時候 我比較常不再給你們託 不再給你們託 因為無聊 所以來講這個第三方 好不好 因為這個比較關心你們 跟你們比較有關係 因為時間的優寒 所以我這麼快來託一遍 我們再把白禁託一遍 來 再回去那個時間 來 他就是我們的智者大師 知道智者大師是什麼人嗎 智者大師是什麼 對 就是我們水養地的老師 水養地知道嗎 水草 水草 水草啊 對 裡面最有名的 所以為什麼 我們附加的 走在出家人的幸福 因為他是不是專心專業 他如果工作就是叫做改團 對吧 是不是他來的時候 這次專心就倒胎下來 所以我們這次 這次不是出家最 你看不是 因為他們只是代表一個申保 但是他們已經將這個法流 已經遍佈在全世界 只要你是相信 你本具足的 你就有了 你也沒相信就沒有 所以這叫做政法 時代的專門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大家要了解 把這個廢圖更清楚 這個智者大師 他十八年 每天向西方在白網 他才有辦法去 農到這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 就開始一些古大德 印度的大德高升就是這樣過來 美姨你來起來動一下 來信橋來動一下 我們先來動一下 美姨來這裡動一下 來信橋來起來 帶大家動一下 我有一個課堂 我也看裡面 有一個在你鎚鎚 我就開始運動了 所以我會停下來 我會說話就變停下來 所以麻煩你冷靜 你就跟他說 你也比較爭氣一下 快點啦 我要聽耍啦 不然我都說不耍啦 不然你演哪裡出來 就演不耍你 我希望大家快點把演奎刷 好來我們現在來做一次染色體好不好 染色體好 大家請慢慢的親切 榮姨你也要擺開 這次你年輕的 你這次已經 然後要找到一個空間 誕生這次要一塊半喔 那剛才誕生